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大姐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哥哥 子豫 子豫 哥 子豫 你怎么了 哥哥 子豫 你没事吧 来 谁干的啊 小心点啊 来 慢点 慢点啊 好可怕 子豫 你没事吧 帮我把子弹弄出来 银子弹 猎人果然找上门来了 哥 你速度这么快 他们怎么会弄伤你呢 下午放学 我特别想吸血 可家规规定 不能在学校里呼来 我去了酒吧 看到一个很像大姐的女人 没想到 全是猎人的圈套 我根本毫无防备 对 要不是我速度快 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看清楚是谁了吗 光鲜太暗 我的注意力 却在那女人身上 我根本没看到 没看到是谁 穆爷 你在干什么呀 这个时候还分神 你是知道什么吗 没 没有 你还是没有 是 咻 咻 一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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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干的 干的什么 自愈被银子弹打伤了 情况很不好 你是在怀疑我 那你就不知道有别的恋人 也在这一旦 目前没有发现其他人 相信的不是我 另外 也确定是猎人干的 子昱 你的血管变黑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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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想要了什么 走开 别在这里碍事 怎么办 你们想想办法呀 子昱 你疼不疼啊 不是她 走开 这是 她在吸收子昱的伤 不然的话 子昱就撑不下去了 那 那学会有什么 你不要命了 为了哥哥 我什么都愿意 不疼啊 子昱 你吸我的血吧 我不怕疼 好好休息 沐妍 嗯 子昱和寻的感情 为什么那么好 好像 比亲兄弟还要好 我们血族上一辈 在与烈云南战争中几乎死亡殆尽 寻的表哥林雨 是林家的继承人 林家衰落后 她的姑姑 也就是寻的母亲林烟 把她接到了司徒家 当时的司徒家族家长 是我大姐 她并不反对林烟的做法 可是 林雨并不感恩 反而对司徒家和她姑姑林烟都心怀愤恨 当时幼年的子昱 总是她保护寻不被林雨算计 在我大姐离家出走以后 林烟林雨也不知所踪 多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寻找 大姐和林烟的下落 没想到 他们小时候 有这么悲惨的回忆 那寻的妈妈呢 她现在怎么样 在哪儿 这些年 寻一直在找她 却怎么也找不到 那子昱的妈妈呢 这事你不应该知道 对不起 是我多问了 其实我们家每个人都 抱歉 我本不该说这些的 我先出去了 你要好好休息 穆颜 怎么 对不起 今天晚上 是我让你想起了 这么多不好的回忆 我想弥补你可以吗 弥补 子昱说 吸了我的血 就会开心 你 你吸我的血吧 好久 好久没和哥哥躺在一起了 那时候 妈妈还会给我们讲故事 哥哥 还记得吗 想她 想她了 哥哥答应你 一定会和你一起找到的 许 嗯 那天我对你发脾气 你让我吸你的血 我只是想告诉你 其实你的血 是甜的 你也这么想 应该是 真是那些吸血鬼猎人 不过我看没那么简单 不过我看没那么简单 我们得再想想办法 子昱 子昱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怎么办 我们被吸血鬼猎人盯上了 子昱 你再好好想想 有可能会是谁 不知道 不过那个家伙一定是个新手 居然支打中我的手臂 别说了 你们别说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 也许不是猎人 不然是谁啊 用的可是专业的银子弹 要的就是我的命 不管是谁 他最好 别落在我手上 别冲动 我们应该想办法 把他引出来 不要 好可怕 我们搬架好吗 搬架 想都别想 我这一枪啊 可不是白挨的 怎么办 鬼鬼他 不能白白受伤 办法的话 等我再想想 大家先别打草青蛇 还有 最近大家没事的话 尽量少出门 好了好了 吃饭了 好了 大家先吃饭吧 紫玉 多吃点 养好伤 到时候可别通我们的后腿哦 你献猎了 快 走 去吧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伤的血液 吹烈小火焰 那么强烈 但随人想起 那迷人表情 那每一刻都想 加油你的一切 在你暗中收到你的气息 你的气息以及心 我想要马上把你狩猎到手 品尝你的滋味 是想这样逃离我的视线 我的视线一直锁定你 好想无情躲藏你的一切 独自相拥 你的身影将要使我笔端 想困住你心和身体 你反抗的样子再有过我 流淌在你身上的血液 要比那些红的月就还要上天 无可抵制的强力 我使我沦陷 有你之处我流淌在你身上的血液 成热小火焰 那么强烈 但随人想起 那迷人表情 那每一刻都想 转有你的一切 因为他的心を恩惠 我还要美 汗 三